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登陆台湾这规模将会超越诺曼地登陆啊 因此会造成他们自己有后勤的压力 有瓶颈啊 甚至还说那台湾就没有后勤的压力咯 因为我们是在自己自家门口作战 在真实的军事情况之下 难道真的在自家打成战战就没有后勤的压力吗 好 但不管怎么说经济权的报道一出 Mina马上接着高喊说所以我们要备战啊 好 那么看到赖清德也借着机会讲话 他说我的两个儿子都没有美国国籍哦 我们身在这里 长在这里 他们未来都会回来台湾啊 好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尾巴冲突开战已经35天了 我们来看看强势的一方好了 以色列他们每周其实呢 也是面临到非常巨大的损失 以色列每一周的这个经济损失是高达6亿美金啊 是相当于整个以色列GDP的6% 而以色列的南北部居民流离失所而且教育体系也因此而关闭 那么是已经有14.4万个人是没有办法工作的 然后呢也争掉了36万的后备军人来作战 以色列目前为止的伤亡人数呢是已经有1400多人了 所以以色列损失也非常惨重 那更不用说巴勒斯坦了 巴勒斯坦方面目前为止啊 截至11月7号至少已经有10812个人在战争当中死亡 当中有4412个人都是儿童 而且多数是在空袭当中就直接丧生 所以啦一旦开战是不是不管结果如何 双方都会非常惨呢 万一两岸爆发冲突 那可以预期到到时候一定是一开始先是淡如雨下 而后续呢是不是民党政府就要大家来开始打城镇作战了呢 所以就算大陆动手有难度 所以有这个叫做后勤的压力或是瓶颈好了 难道台湾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吗 将军怎么看 首先我们讲这个经济学 他把以色列的损失带到我们这个战争 这完全错了 以色列的人口很少 但是经济很发达是靠什么 他的很多创新的科技 你一动员30万人 以色列的钱怎么赚呢 很多企业就停顿了 所以他当然有损失了 但是以色列的军人没有损失多少啊 今天相对的是 这个加沙走廊的老百姓死了很 那个比例不成比例啊 这代表什么 以色列用的是优势的兵力去攻打一个弱势的一个国家 那以色列的部队是要靠动员 中国大陆广陆军就一百多万人了 他不会伤及到他的经济嘛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他的经济学人用的这个例子是一个错误的例子 第二个 这个台湾打城镇作战 说中国大陆的没有后勤 有后勤有压力 你也不看看人家的四万吨的 两万吨的 三千吨的 上百条的两区登陆船 他什么东西送不上来啊 一旦港口拿到滚装货轮 几十万大军都进得来啊 所以这个 这个隐喻是适当的 我从民国五十六年进入军队 我们一天到晚就在研究 老共怎么打台湾 我们怎么防御 到我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放弃这一类的研究嘛 因为我们是搞专业的嘛 你经济学人对台湾有了解多少 对解放军有了解多少 今天的渡海作战已经不一样了 当年我还在陆总部的时候 老共的登陆艇不够多 我们还设计他用渔船 用山板 我们还搞了一个三万多人的大演习 演给美国人看 你不要不卖我军货 你以为中国大陆只有一个陆战士 所以你不可能犯台 但你现在还看看中国大陆 飞机 人家三代半 四代 五代的 这飞机超过两千 一两千架 我们还在用三代的 人家的军舰下饺子一样 我们现在还陆军 突然一下发现 空军海军 美国人认为我们没有战力了 跑道一炸空军起不来 空军起不来 海军就完了 那就靠陆军 但是我们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 以前我们的所有投资 都放在海空军 现在突然要陆军来担负 这个保卫大台湾的 这个艰巨任务 我们算一算 我们陆军总共大概五万多人 台 鹏 金 马 花东 南部 这个兵力分散去了 你真正人家要斩首打北部的话 我们顶多两万人 顶多两万人 因为在枪林弹雨的轰击之下 交通是中断的 我们剩下那些人 不可能抽调回来投入一个战场 第二个我们的后勤 你铁路不被炸吗 公路不被炸吗 补击站不被炸吗 油库不被炸吗 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导弹跟火箭弹 所以今天 他引用这两个例子 我们没办法苟同的了 因为今天台湾的高电塔一炸掉以后 所有电力系统没有了 没有系统的指挥 管制 交通 全部大乱 所以不要谈后勤 后勤不是这个决战因素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 跟以前犯台的手法完全不一样 我一在一年半以前 我再强调 它不是渡海作战 它是跨海作战 你拿诺曼蒂登陆的例子来比 也是隐喻不当 它有优势的空军 有优势的导弹 有优势的火箭军 有优势的无人机 那首战决战里面就是这些 不可能发生诺曼蒂登陆 不可能发生诺曼蒂登陆 它的海军跟这个陆战队 不把你通通签灭的差不多 它不会出港的 我们虽然 对 我们应该买反舰飞弹 但是你的反舰飞弹 能不能躲藏得很好 能不能隐蔽得很好 到人家要出航的时候 你发挥作用 这个问题 解放军会不算在里面 而且台湾没有资格打 以巴这个战争 台湾以巴打的是地道作战 城镇作战 以色列已经把你 城都给你摧毁了 俄乌战争里面 城都给你摧毁了 那我们又没有地道 那城都被摧毁的时候 你看看 加沙走廊 死伤的都是老不信 那我们在城镇里面 不是受最大伤害的是我们老不信 军队还没有调到战场上 跟人家真正做决一死战之前 我们的伤亡已经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东西不要吹牛 也不要隐喻失当 今天台湾研究像我这种人很多 这一辈子都在搞 我们还不清楚 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什么 你经济学院那几个能搞清楚吗 你了解解放军 因为他的武器现代化以后 他的作战战法完全不同了 两三万的散兵 特种部队 直升机下来 我们是前线后线 左边右边全是 所以你现在拿我们动员这些炮灰 去跟人家对抗 又没有武器 又没有坑道 又没有碉堡 你是拿台湾老不信开玩笑 所以这个仗 不是我们愿意唱衰自己 实在你这三十年来的投资不够 你现在投资来得及吗 所以这个问题 不要用这个隐喻失当的例子 来看问题 大家自己心知肚明 我们现在的城镇中央 城镇做好了没有 对不对 你靠城镇的地下室 你看以色列一发飞弹 整档大楼就这么埋下来了 我们老不信往哪里疏散 一个也跑不掉 所以这个问题 兵凶战围 不是说我们军人不敢说战围 你今天给现在的装备 跟面对敌人这个突飞猛进的军武科技 这个仗打起来 不只是军队的损失 老不信的伤亡更大 所以我们连能源恐怕都不太够了 结果经济的人说我们没有后勤的压力 人家只要一个军演 一个礼拜你的天然气就断了 军演一个月石油也断了 再延长下去的话 大豆 米 面 什么都没有了 看起来这后勤的压力恐怕还是不小的 我们后勤压力比他重了 比他重了 好 蔡政府下令说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延长义务意义的议起 还要扩大教招 赖清德就被问到说 网络上说他的小孩子都是美国籍 会不会像在俄乌战争开战之后的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其实有些人就落跑 或者是像这次的尾巴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儿子 还在美国做日光浴呢 好 赖清德他除了挂保证说 我的儿子都没有美国国籍之外 他还说他们一定会返回台湾 好 但是过去赖清德说过 他儿子回不回来要看小孩的意愿 结果现在突然一下又改口 跟大家保证说一定会回来 好 最近就传出 有一名在美国就业的男子 他收到了替代役的征集令 结果没报到 被检察官给起诉了 但法院只判罚8万块 检察官不服还上诉 结果被法院给驳回 那这是不是等于变相的告诉大家说 你可以逃兵 反正只要花这个罚钱而已 而且上诉还会被驳回 好 然后过去大家很质疑说 两岸万一开战 瑞营权贵的子弟兵 到底会不会回来保卫台湾 从这个案例来看 会不会到时候有能力 有权力的人 缴个钱就不用回来了吗 兵哥 其实老讲我一直很疑惑 赖兴德家的亲戚关系好怪 大家记不记得他的伟章建筑 那个时候 他说是他亲戚的 结果是他儿子 然后呢 现在网路上人家叫他美国人的阿公 就他告诉你说 我的两个儿子都没有美国籍 是怎样 人家都问你孙子 你为什么要回答你儿子 我就觉得很奇怪 到底怎么回事 还是你儿子都叫你阿公 是这样吗 人家到底什么关系 我真的搞不懂他在说什么 很奇怪 人家为什么叫他美国人的阿公 是因为他的孙子生在美国 那你生在美国 美国属地主义嘛 所以你就可以有美国籍嘛 生下来就是美国籍 对 所以人家问你 你的孙子到底有没有美国籍嘛 人家是在问你这个 就你告诉我说你儿子不是 你到底在讲什么啦 我真的不知道赖兴德到底 你看他跟学生座谈的时候 也是这样回答问题的 就你问他 他就跟你回答B 他到底在干嘛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怎么 是脑袋有状况 还是耳朵有状况 我真的搞不懂 但是问题来了 其实我一直认为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家人都不应该 因为他从事政治工作 所以他们必须要负担任何责任 我觉得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好像当初人家去骂 说马英九的小孩在美国 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觉得奇怪 你骂人家干嘛 阿扁的小孩在美国 那又怎样 他爸爸要选择从政 他的小孩可没说 为什么他因为他爸爸要从政 所以他小孩就必须要跟着 一起要去做他不喜欢的选择 同样的 赖清德的小孩如果选择在美国 我觉得OK 那是他个人的选择 所以以前赖清德说 你要看他个人的选择的时候 我是支持他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就没有权利去干涉你的小孩 决定要做什么事情 只是因为你想要从政 结果现在为了他想选总统 我的小孩一定会回来 可是我老实讲 赖清德讲话有长伏笔 他告诉你一定会回来 是什么意思 是回来 就是是台湾人吗 不是 他回来投票 投完就回去了 就这样而已 所以他也没有真的跟你讲的 斩钉结线说 他们回来就不走了 他有这样讲吗 没有 他只是说他会回来而已 回来投票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要这样去质疑赖清德 是因为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是可能会招致台湾战争 别人的小孩可能会因为你的主张死掉 所以大家会质疑 那你家的人 你既然做这种主张 那你家的人到底不要再给我留下 就这样 因为你民进党到处在指责 别人离开台湾就怎么样 那你民进党的小孩 你民进党的家人 要不要留在台湾嘛 就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嘛 因为你这样指责别人 所以别人才会指责你 那现在我们都看到了 台湾越来越危险 老实讲 经济学人那个说什么 台湾补给没有问题的 那个讲说那是在我们自家院子 那就是我们的上将李启明 那多可怕 我们的上将竟然对战争的了解 如此的肤浅 我就不知道 对你在你自己家 你已经打到你左邻右舍 到底跑哪去都不知道 哪里有弹药都不知道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有补给又怎么样 你补给在哪你都不晓得 请问你怎么补给 这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人能够当他上将 那再来讲 李启明能够当他上将 我认为 帅将军应该是五星级的 应该是五星上将 讲实在话 真的啊 他是海军的 他对地面作战 他完全 真的 我真的觉得 你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怎么会讲得这么离谱 然后我必须讲 现在两岸真的有可能会开战 那你们这边举这个例子说 逃兵只罚八万 我老实说 你罚八十万也没用 到时候一定一堆人逃 八百万也是一样 有钱的一定逃得掉 那对我们穷的人来讲 你就算不罚我钱也没用 因为我逃不掉 就这么简单而已 我到时候还是要留在这个岛上 跟他拼了 不然他能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是现在 悲哀的地方就在这里 那些权贵绝对都跑掉了 而且我告诉你 尤其民进党现在执政党 对不对 因为发生战争 谁会先知道 一定他们先知道 所以谁最能先跑掉 一定是他 那我们这些人 既后知后觉 又没有能力跑 所以到最后死的一定是我们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痛恨民进党的主张 就是因为 他在拿我们的命去玩 可是他不用负担任何责任 不过最近蒋介石的日记 从美国被送回了台湾 蒋方质疑就提到蒋公的功过 他说梁蒋为了民主自由而反共 结果这句话 马上被赖清德拿回来做文章 好 赖清德就说了 你看看 这个抗中宝台 是梁蒋留下的吗 有人问他 他就说 抗中宝台被误解了 其实啊 抗中宝台就是抵抗大陆的併吞 不得不做各种的准备来保护台湾 这一段话足以让国民党 这些走错路的人好好反省 所以呢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赖清德的意思难道是说 蒋公好棒棒 希望回到当年的两岸军事对峙吗 那我们就来回忆一下 当时台湾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了 好 我们看到 当时1949到1987年的时候 年轻人是伏兵役两年到三年 再来当时全台湾各地 是动员堪乱时期 金马战地政务时期是男女皆兵 而金人是长达20年来 都是叫做单打双波打 这个叫做天天是弹如雨下 活在炮弹不断掉下来的日子 所以民众当兵只要抽到金马前线 都很担心 会不会一不小心丢掉小命 就回不了家呢 过去几十年来 两岸从对质走向了对话 现在民党是认为 应该要走回头路吗 难不成这个赖清德 大家跟祖父母时代一样 学生通通都要打靶 甚至还要练习过战地的生活吗 孟凯 捍卫中华民国 让台湾人民安居乐业 这是至始至终 我们以及蓝营的主张 绝对不用想要贴我们标签 不用想要扣我们红帽子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捍卫自由民主 而民进党故意用抗中保台四个字 好像以为这就是他们的神主牌 但实际上你们有错 真的是在保家为国保护台湾的事情吗 没有啊 说实在话 我们过去七年多 国民的生活有没有比以前更好 如果有的话 你保台还勉勉强强有一个成效 但是重点就是 大多数普遍的民众都觉得是说 我们过去七年多 生活就是过得越来越差 当缺跟长都已经变成是 我们普遍的生活价值 或是生活感受的时候 民进党你有什么脸讲抗中保台四个字 至少保台你是绝对是不及格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能源的问题 我们说物价的问题 鸡蛋的问题 甚至2024年变成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的时候 民进党你的抗中保台 到底还要骗台湾人民选票多久 我觉得这才是最可耻的事情 远的不讲就讲近的 当今年疫情过完之后 全世界都在做所谓的观光财 旅游财以及市场的开发的时候 我们就问到底为什么 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迟迟开放中国大陆的市场 讲是讲什么理由 美国跟中国大陆两大强权互相的对抗竞争 也互相的对峙 但是美国有任何的阻挡 中国大陆的旅客去美国来做消费 或是美国来做观光吗 也没有啊 那我们就想问啊 你不是民进党过去到现在 最喜欢跟着美国的屁股后面走 你为什么持续的还要这样做呢 所以民进党的抗中保台 最可耻的就是 根本不是在做真真正正的事情 而是只是拿来骗选票 或是拿来当然是口号摇大棋而已 我就讲啊 赖金德现在的做法 其实就是在2024年 如果说秩序 等一下下一段节目 可能也会讨论到所谓的蓝白盒 或是说所谓的这个撒卡都的情况下 只剩六十几天了 而民进党现在吃定了就是 如果说最后真的是撒卡都的情况下 那他真的不用当全民总统 他真的不用管台湾多数的民意 他真的不用想要拿到 一半以上的国人的认同 他只要巩固他自己的基本盘 他只要让他自己的深绿的 绿营的智者觉得爽 觉得开心 觉得满意 他就好了 所以呢 他就是想要当一个少数总统 当想当少数总统的时候 他讲的话 说的话做的事情也都会跟少数靠拢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 他现在打的如意算盘就是 他只想要巩固那一些基本盘 而这些基本盘就听到抗中保台 就好像是听到了这个下令一样 听到抗中保台四个字 他们就会乖乖的走进投票 说里面投票 但是真真正正为了台湾好吗 其实并没有啊 当我们认为是说战争的风险 或是战争的气氛 或是战争的几率越来越高的时候 当战场发生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看看乌克兰 看看以色列 看看加萨走廊 我们怎么有办法想象 有一天我们的战争 会发生在台湾这块土地呢 而且更重要的是 就如同刚刚讲的 如果说付钱还可以躲避兵役的话 战争真的来的时候 谁去收这个钱啊 我也想问啊 如果说真的哪一天有战争 或说真的哪一些兵凶战围的时候 哪一个人还会去收这个钱 八万八十万八百万 那不都是数字游戏吗 最后 我觉得最可耻或最可恶的地方就是 怎么会民进党的人 还拿良奖来去当作是 自己印证自己的讲话 连良奖都可以变成是自助餐一样 就想吃就吃 不想吃就不吃是不是 过去民进党 我们在上政论节目的时候 怎么样批评良奖的 蒋中正怎么样批评的 那个时候还讲是说蒋中正是屠夫 是杀人魔王 有没有讲过 民进党的朋友你们都有讲过 还有讲说 蒋经国是破坏台湾 是威权统治 那如今为了要自己 2024年的一个选情 马上又变成是说 良奖是可以遵从的 是变成是说是自由民主 是跟他们的理念不谋而合的 拜托民进党的朋友 你们妇女权可以吃自助餐 双重标准 你们违建可以吃自助餐 双重标准 你们核电可以吃自助餐 双重标准 连良奖都可以吃自助餐 当良奖都还被你们这样消费 揶揄讽刺 或者是拿来利用的时候 很抱歉 台湾人民真的看破手脚 不要只想未骗选票 抗中表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 骗选票的口号 还会被拿来利用 可见良奖是不是还是蛮有价值的 是这样子吗 不过赖清德为了撕掉台独的标签 他重新定义了抗中保台这个名词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看到 好像把陆沛都打成了共谍吗 先前大家在讨论说 陆沛到底能不能有参政权呢 结果赖清德说陆沛进立法院 那会危害国安 民进党说陆沛的口袋里面 有一张极权国家的身份证 甚至还加入共产党 好 但是我们就问说 日营的党工不是就有一个人是货真价值的 共产党党员吗 所以为什么民进党的人就可以有 这个共产党的身份 那为什么陆沛过去不能够有共党的身份呢 好 退一万步来说 陆沛他确实主张过两岸统一好了 可是赖清德过去不是也能够高举台独万岁吗 当时他是国大代表 然后他当往隔魁都还可以自诩 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这都算是他的言论自由啊 那凭什么赖清德可以喊台独 别人不能够主张统一呢 蔡英文不是说在他的任内 没有人需要为他的认同来道歉吗 汉廷 中华民国的宪法是统一宪法 明定的就是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 而有的相关法规 然而呢 一个中华民国统一宪法的国家治理下 主张台独是言论自由 结果主张核宪的统一 反而变成有罪了 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 就如同我们宪法也规定要保障 人们的居住或生命的安全 结果呢 如果说诈骗集团把人绑起来 囚禁 凌虐 没事 然后呢去拯救他们的人 反而有事 你不就觉得这何其荒谬吗 附带一提 这就是台湾真正发生的现况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诈骗集团确实啊 要嘛警察抓 然后呢法院放 没什么事 再不然呢在海外你抓不到 再不然呢是什么 就是抓到了车手 但是主贤没抓到 所以确实啊 把人关起来凌虐 在好像台湾没什么大事 那去救人的呢 反而有事 比如说Bump反而被外交部骂 比如我们洪孟凯委员辛辛苦苦 跑去救人 结果呢被民进党骂 你是在扯政府的后腿 对吧 还有天理吗 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就是天 所以他说没理 就是没理 那实际上我们来看到 就是目前呢 两岸的这个关系 所以前面提到说 哎呀这个蒋中正时期啊 他们也是什么 为了民主自由而反共啊 反中啊 没错 那是为了要保护民主自由 所以两讲时期 是为了保护民主自由而反共 但是现阶段呢 破坏民主自由的是谁 不就是民进党吗 那我当然是先反民进党啊 对吧 民进党是最不搞民主 最不搞自由的啊 你说有言论自由吗 你说有新闻自由吗 中间电视台都被关了 你说有遵守民主吗 公投的结果都不遵守了 有民主吗 民主的精神在制衡 但是民进党执政底下 行政 立法 司法 考试 监察 媒体 网军 期权在握 请问制衡何在 所以如果为了要保障民主与自由 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 不是去搞什么反共 是反民进党 因为我们生活在台湾啊 更何况民进党专制独裁的状态 已经让很多网友很多人民说 这简直叫做绿共 说民进党就是共产党 当然我并不赞同这句话 为什么呢 因为共产党至少还会拼经济 民进党只会拼他自己口袋里面的经济 所以目前这一波 美国也好 欧盟也好 都希望两岸关系要走向和平发展 两岸要走向对话 偏偏赖清德 民进党还在打陆籍配偶的议题 当然攻击徐春英是两个目的 第一个当然是抗中保台 巩固基本盘 第二呢 把民众党的议题炒热 那么陆籍配偶的选票 过去可能都投给谁 过去可能都投给国民党 但是现在打击民众党之后 这些陆籍配偶的票 很可能都会跑到民众党 所以某种程度上 也是要裂解蓝白之间的合作 造成双方的对立 所以民进党为了选票 在国家的内部里面 制造纷乱 制造敌人 这就是标准的法西斯作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